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篇评书《姚明传》第十三回 上回书说到上海东方南兰俱乐部常务副总李耀明 在金茂凯越大厦夜召姚明的全家 要逼迫他们在长青公司的合同上签字 要和长青公司签下为期三年的代理合同 其中有几项非常恐怖的条款 长青公司要分走姚明 33.33%的钱 姚明在签这三年的合同当中 姚家只能得到一共90万美元 剩下其他的钱都归俱乐部所有 双方争执不下 姚家不愿签字 一来是还没做好去NBA的准备 现在根本就不想去NBA 没想在99年 这么早就去美国打NBA去 第二个 这个合同上有很多的疑问 姚家想不明白 姚家也弄不懂 不想签字 但是不签字 你走不了 李姚明目光如电 在这间会议室里边盯着姚家 今天晚上非签不可 双方一直争执到了凌晨三点 将到了半夜 三点是后半夜 事出无奈 不签走不了 姚明在这份合同上 签上了字 俱乐部老总跟这 嘟着 不签不成 不签到明天早上不成 签完了 签完了 走吧 一家三口 这才被允许回家 如此高大的一家三口 两米零八 一米八八 两米二十三 在浦东的大街上 深夜之间 车都打不着 等了半天 找了辆车 才回了家 这一夜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真让人不堪回首 要解是彻夜未眠 回去也睡不着 签了的这份合同 到底是什么 这怎么办 真要给他们这么多钱吗 真要在两个月之后 就参加这NBA选秀吗 这可怎么办 第二天凌晨 五月一号 劳动节的凌晨 姚明的发小 为Nike工作的 沙一风 前文讲了 Nike负责各方面联络 特别是和姚家联络的沙一风 正睡着觉 睡得正香 在睡梦当中 一串铃声 把沙一风惊醒 电话下 沙一风 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 拿起电话来 不知道谁 这么早 五点多钟 六点都没到 怎么回事 接电话 一接 里边传出了大方 方凤蒂阿姨的声音 带着哭腔 一听这声就不对 一风 起了没有 带着哭腔 方阿姨怎么了 出事了 一风 昨天晚上 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 电话里边 我跟你说不清楚 一会赶紧起床 到上海体委科研所来 我正要上班 在那见面 我跟你好好说说 沙一风 头发都立下来了 赶紧起来 穿衣服 穿裤子 登鞋 上海体委科研所 去和大方见面 大方给他讲述了 昨天晚上 以往的一切 全跟小沙说了 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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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回事 让我们签一份合同 不签 走不了 只好签了 你看 一试几份 长青公司拿走了一份 俱乐部留了一份 给我们 留了一份 这么样一份合同 你瞅一瞅 沙一风 一看都傻了 没人知道这回事 完全是李耀明 在底下 暗箱操作 跟谁都没说 半路上杀出来一程咬金 这是我的任务 和姚家建立起来联系 要让姚明和Nike的关系很紧密 将来要通过Nike的运营 把姚明推往美国 推向NBA Nike会帮助姚明 找经纪人 找球队 视讯 姚明将来会和Nike签下合同 可是这一下半路杀出了程咬金 结了王杠了 他负责的就是维护和姚家的关系 现在出了岔子了 这是我的任务 我根本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姚家跟这长城公司签了合同 这可如何是好 赶紧打电话给陆海瑞 陆总 是这么一回事 跟陆海瑞一说 陆海瑞仿佛是晴天霹雳 火 这么大的事 陆海瑞从办公室就飞出来了 跑得比兔子还快 兔子都是他孙子 打一车 冲往恒山路 上海提委科研所 来跟大方和沙一峰碰头 中间实在忍不了了 打着出租车响起来 给这个沙一峰拨电话 刚才都没说清楚 到底是签了 还是没签 签了没有 说签了 没签我跟你招这级 到那见面 合同摆在这 方丰帝一边说 一边眼泪下来了 被逼无奈 昨天夜里 银夜之间 欠了这样一份合同 大伙面面相去 半赏无言 这怎么办 沙一峰负责维护这关系 再大的事 他管不了 只能是看陆海瑞 方丰帝也看着陆海瑞 不认识别的这方面的人了 只能是你想折 咱们关系不错 陆海瑞 还得说是陆海瑞 有能耐 深通广大 别着急 大方 不要急 大方不要急 稍微还带点洋味 他这中国话 说的很好 我来想办法 别着急 等我的回信 回到办公室里 陆海瑞使尽了浑身的解数 开始折腾 兵分两路 先给夏松打了一电话 夏松是在北京 负责维护体育总局 蓝滚中心 包括和部队 因为他大致关系很好 这份各方面的关系 让夏松到蓝滚中心去问 蓝滚中心 也就是CBA 是否能够判这份合同无效 因为这份合同 根本就没有通过蓝滚中心 这是一条路 从中国官方 能不能判这份合同 无效 另外一条路 给美国一个著名的经纪人 叫比尔达菲打电话 书中代言比尔达菲 非常著名的一个经纪人 手里有很多很多明星 后来姚明也是他的客户 包括纳什也是他客户 手里很多明星 在那个时候 在两个月之前 也就是1999年的三月 陆海瑞刚刚把姚明和他的父母 介绍给了比尔达菲 让比尔达菲和姚家人见了面 比尔达菲是一个天生的经纪人 一个天生的交际家 很会和人交集 和人说话 同时很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比尔达菲只生得仪表堂堂 没分八彩 目若朗星 他有一种天赋 什么天赋呢 你跟他说话之后 你就会相信他 你有多着急的事 你跟他一聊 你就平静了 这人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他很平和的给姚家讲 NBA是什么样的 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通过怎么几步 在两三年之后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NBA 这也符合姚家对姚明自己的规划 因此在那个时候来说 姚家虽然没有和比尔达菲签约 让比尔达菲就成为姚明的正式的 美国的经纪人 但是大方点了头了 姚明他妈同意了 同意让比尔达菲做姚明的唯一的代理人 口头许诺 大方也是一言九鼎的人 虽然咱不签合同 因为签了合同之后 涉及很多的麻烦的问题 先不签 真到姚明要去了NBA那天 到那时候咱们再签 不着急 但是我们喜欢你 我们信任你 我们也尊重你 咱说好了 你就是我儿子的唯一的美国的代理人 比尔达菲是唯一代理人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邪寺里杀出个程耀金 这长青公司要当姚明代理人 这等于呛你的行了 本来你要干的事 让他们抢走了 将来你的佣金可就是他们的了 而且他们要分姚明这么多的钱 把文本传真给了比尔达菲 你看看 合同 传真过去 比尔达菲一吵 疯了 比尔达菲是一个正式的 很有经验的NBA的经纪人 那做了多少年了 那不像这个长青公司 咱们说了 前文书讲过 专去偏远地区 第三世界国家 巴西 阿根廷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刚果 马达加斯加 专门这点去 比尔达菲没有 经纪人以诚信为本 经纪人是要挣钱的 但是挣钱挣的面上 我得让你知道 生意就是生意 不能蒙你 比尔达菲一瞅这份合同 比尔达菲疯了 第一个来说 在长青公司和姚明签的这份合同上 上面写明白了 佣金是33% 长青公司要分姚明三分之一的钱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哪有这么分钱的 NBA有明文规定经纪人分运动员的收入的4% 因为运动员挣的很多 你挣100万美元分4%就是4万 你挣1000万美元就是40万 经纪人不少挣 4%听着这数不多 可是基数高 经纪人只能分4% 否则就是非法 你这33%这非了大法了 差太远了 第二个来说 NBA的合同规定 NBA自己的球员的合同规定 球员自己挣钱是给自己的 而不能涉及为外国政府或者是商业机构挣钱 你不能把姚明的钱要给上海俱乐部多少多少钱 写在这份合同里面 如果要给是姚明自己的事但你不能写的这份合同里面 写的合同里面就是非法的 第三个来说 这麦克尔康尼长青公司的老板 他不是NBA的注册经纪人 他根本没有权利做NBA的经纪人 没有权利去代理姚明 要打进NBA的话 这一切都是非法的 都是胡来 咱们前面说讲的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等 就是利用你不明白 你不懂 欺负你不懂 从中谋利 一切都太不正规 比尔达菲拿着这份合同神通广大 又把它发给了NBA的球员工会的主席叫比利亨特 比利亨特是个大男 NBA分两派 劳方一派 资方一派 这不这阵子今年停摆 劳资合同打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 打得厉害 比利亨特 球员这帮的球员工会的主席 所有运动员出钱聘请比利亨特当所有运动员的大头大执行长 他是为所有运动员的利益来着想 为运动员争取利益 把这份合同又发给比利亨特 比利亨特也是比尔达菲的好朋友 朋友熟见着面就好办 中国美国都一样 拿着这份合同给比利亨特 你看看这份合同 可能被NBA接受吗 拿着NBA来 它合法吗 它会被承认吗 在美国的法律下 在NBA的条款下 会被承认吗 比利亨特拿来一看 一边看一边乐 说行了 你不用操心了 这份合同在我这根本不会被接受 在NBA也不会被接受 在哪都不会被接受 虽然是签了字了 但是这份合同是肯定无效 这时候稍微踏实点了 陆海瑞也踏实了 就告诉大方 甭着急了 不用急 我告诉你怎么怎么办 大方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后 写了一封信 中文写的 陆海瑞帮他翻译成英文 给长青公司写信 拒绝承认这份合同 我不承认 我给你签的这份合同 虽然我给你签了 但是我不承认 你的条款非法 而且我是在被迫情况下签的这份合同 逼着我签的 我不签不让我走 我还得上班 我得睡觉 逼着我签的 就差给我上老虎灯和辣椒水了 这逼供 我现在不承认 同时找人往上层捅 把这事闹大了 捅到上海市体育局 体育局的当时副局长姚宋平也参与进来了 表示体育局也没听说这事 李耀明你折腾这事 你折腾的挺狠 你折腾的挺厉害 想法挺大 可是体育局怎么不知道 姚明是上海篮球 是上海体育局的宝贝 姚明要是去MBA 将来体育局必说必须得给出许可 我们必须得松口 我们不松口你们就签了 通过什么代理野鸡公司这是 就签了 我们不知道 你也太不尊重体育局领导了 体育局也说 这个合同非法 而且告知李耀明 别折腾 到此为止 不成立 姚明也不参加99年的MBA选秀 什么时候参加选秀 将来再说 姚明还得为上海南篮打冠军 要为上海篮球争得荣誉 这哪跟哪 到这为止 这件事算是土崩瓦解 姚家也安心了 踏实了 虽然签了 没事 合同非法 已经被撤销了 算是逃过一劫 那么李耀明和长青公司的迈克尔康尼 这俩人怎么打电话说这事 怎么咬牙切齿 怎么恨的 咱们暗下不表 甭说了 反正是没玩成 长青公司事件 过了一个月之后 这一天 晚上没事 吃完饭 方凤弟 姚志源跟家 看完电视 沙一丰是登门造访 沙一丰来了 姚家是非常感谢 百般的感谢 千恩万谢了 都是你们Nike 小沙 还有陆总 陆海瑞陆总 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确实非常感谢 小沙 你以前 小孩子 是不是 来这就叫叔叔阿姨 跟姚明是发小 以前都拿你当小孩 但是现在来说 沙一丰是姚家 很少的 为数不多的几个姚家 真正能够信任的人之一 方凤弟和姚志源 看见这个沙一丰来了 这个也很高兴 小沙来赶紧坐 辛苦了 这阵子 赶紧 这个沏茶吧 倒水 拿点水果 拿点零食 小沙吃着 聊会儿天 咱聊会儿 这事没事了吧 没事了 最近忙什么呢 怎么着 工作怎么样 聊了会儿 闲聊了会儿的天 聊得差不多了 看着要走 在这时候 沙一丰拿起了他的公文包 从里边拿出了一档文件 在方凤弟的面前展开 这时候大方才知道 今天一丰不是来简单串门子的 拿出来的是什么呢 也是一份合同 拿出的是一份Nike的合同 Nike 向何姚明正式的签下合同 长青公司这码的事 虽然过去了 大伙都心有余计 姚家心有余计 Nike公司也心有余计 这事长青公司是事办的太二 而且他们确实没有资质 这我们可以推翻了 把它推倒同来 万一是一个有资质的 更专业的来 蹭给你抢走了 你从法律角度 你推不倒它 怎么办 这我们忙的这些事 不就都瞎了吗 Nike要确保一件事 就是姚明得在和Nike的合同之内 姚明身上得有Nike的合同 沙一峰拿出来 说方阿姨 你看看吧 大方展开了这份合同 沙一峰一条一条的 给大方讲这份合同 沙一峰也明白 那说了 姚明不在家 姚明不在家没关系 姚姐的事 大方说了算 大方而且是姚明的直接的监护人 也是代理人 大方签字 跟姚明签字是一样 一样一样 所以沙一峰也明白 我上去球队找大姚去 找姚明去 姚明也得说 给我妈看 我直接找您 一条一条 我给您讲 您看看 挨一条说 沙一峰给解释 合同在开始的时候 99年开始的时候 每年不到两万美元 逐年递增 这个钱按说不是很多 就是一份象征性的 两万美元 十几万人民币 同时装备是管购 衣服鞋是随便管购 每天多少多少的装备 如果你能成为CBA的得分王 或者是MVP 还有额外的奖励 另外还有钱 最后还有 如果要是去了NBA 那Nike将给姚明提供一份 数额更大的合同 什么时候去 后边的钱 比以前是 比前面的是 多得多 那么大方的 对合同的金额的数目 不是太在意 你说两万美元 每年一开始好像不多 没错 可是中国 全中国只有王志志的合同 王志志和Nike的合同 比这份合同更高 姚明这已经是第二号 本身这个市场那时候也没真正打开 这个数 在圈里边来说 如果你比较 就说还可以 但是大方注意到了一点 是这份合同的年限 这份合同年限 为期四年 从1999年 一直到2003年的5月31号 这时候是99年的5月底 李耀明 夜昭耀明 是4月30号晚上 一个月之后 5月31号 到03年5月31号 这个实现 大方觉得太长了 怎么呢 到03年的时候 很可能姚明已经去了NBA了 现在是99年 我估计我儿子两三年后能去 可能01年去 也可能02年去 到了那时候 一去NBA 如果要是打开了 它的市场价值影响力要高得多 那么他应该是拿一份更大的合同 但是现在这份合同 时长四年 虽然也有这条款去了NBA了 会获得一份更大的合同 但是这个合同的数目 远远无法和我已经进入NBA了 欠一份大合同的数额来相比较 大方说 我不太想签这么长的 你说这份合同上的钱 数目这个我们都接受 姚明现在跟人家大智也比不了 比大智挣得少 也是应该的 但是能不能这个合同的数 这个年份能够短一些 不要一下四年 能不能咱们签两年 要不然签三年 能不能不签四年 杀一封给他解释 说比弗利什么 就是Nike的美国的总部 在布特兰 说这是那的规矩 Nike只要拿合同出来 跟谁签都是四年 这个长度更改不了 它是为了有一个固定的周期 我来推广你这四年 我怎么推广 我怎么帮助你进步 我一定得有一定的长度 有一定的实现长度 我确保你是我这个品牌的 我才能有规划的做这些事 你合同如果说是太短 一两年我可能这些事我还没做呢 你已经跟别的合同 跟别的赞助商又签了新合同 那对我们来说是不合算 不值当 那么Nike的合同 标准文本 四年就是四年 改不了 面前坐着的是沙依丰 是熟人的儿子 是姚明的发小 从小叫自己阿姨 但是在这时候 大方方凤帝再次感觉到了一阵无力 他重新回想起了一个月之前的那个深夜 当时面前是李耀明 眉毛立志 眼睛瞪着 现在面前是沙依丰 熟人的儿子 都是让自己签合同 李耀明签的这份合同 我是真不想签 但是最后没辙 也得签 但签完了 我可以推翻他 通过这个找各种途径 各种手段 托人 推翻了这份合同 因为我跟他没有交情 我不能按他说的去办 但是现在面前搁的这份合同 我能不签吗 第一个来说 Nike帮了姚明不少忙 尤其是在长青公司这个事件上 人家陆海瑞给美国打电话 给比尔扎菲打电话 给比利亨特打电话 最后陆海瑞想了很多办法 把这份合同给推翻了 人家帮了我们不少忙 几年以来姚明一直穿Nike的鞋 姚明也喜欢Nike这个品牌 也喜欢穿Nike的鞋 两边处的也不错 第二个来说 老沙家的关系 跟自己搁在这 这是熟人的儿子 面子居在这 你不好意思 第三个来说 刚帮了一个大忙 你这时候怎么回绝 跟一个月之前 有不同 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 大方不想签 但是今天必须得签 这一个月之前 李耀明是来横的 来硬的 而在大方眼里 现在Nike 杀一封 这是软刀子 笑吗今儿的 阿姨叫着 但是你一样得签 虽然你不满意 这份合同 你觉得有些条款 要修改 但人家告诉你了 不能改 就得是四年 不想签 但是必须得签 一刹那之间 是千头万绪 涌上了大方的心头 大方想了想 拿起笔来 落笔签字之前 跟沙一封说 小沙 我签字 那是因为 我对你父亲的尊重 他是我的 教练 姚明传有奖竞达 第十二回的答案是 和姚明签下 三年代理合同的这家 美国体育管理公司 它的名字叫 长青 Evergreen 只要达出长青 极为正确 出奖名 中奖名单 每周二前 公布在安踏安委会页面 姚明传有奖竞达 第十三回的题目时 正常的NBA经纪人 是抽取运动员 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作为佣金 抽取他们的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作为佣金 请网友至安踏安委会页面 将打在屏幕下方 发送答案 回答正确的网友 即有机会赢取安踏实物 或红钻奖励 答案将在下一期节目中 进行公布 请网友务必在答案公布前 参与活动